原神 盘点游戏中的五个奇怪小细节 第五名 新活动幻想真净巨师想被大家都玩过了吧 它的所在地是在骑士团的底下 也就是图书馆的位置 虽然也可以锚点传送 但是在最高的顶上还有传送通道 是什么意思 这就有点不大合理了 第四名 上面的新活动有两个门 而蒙德称的酒馆有三个门 正门 后门 以及二楼的侧门 虽然现在的你已经去的次数很少 但是走后门还是很方便的 第三名 都来到了酒馆 就不得不说酒馆中的神奇设备 别看这几把椅子平平无奇 可大有用处 因为角色上高脚洞的动作不一样 男性角色通常都会把双手放到膝盖处 而女性角色则是把双手抱在胸前 如果现在你还分不清角色的男女 可以来这个地方试一试 第二名 当你染上了相应的元素属性 就比如火元素 雷元素 水元素等等 再打开元素视野时就会神奇的发现 自身的颜色竟然也变成了元素色 活佗的变色龙 第一名 沙漠地图小伙伴们应该并不陌生 因为老米强大的受力系统可以让不同的角色 在沙漠里留下的脚印各不一样 重点说一下我们的班爷 其他角色都是留下脚印 而他是留下屁股印 可是我们下来就见面发现了假讪 你感觉有点不特色喔 肥金 请不吝点赞